杨子去年与谭剑刺 邓唯、张婉义与王红义主演古装剧《长相思爆红》 网友苦等许久《长相思》第二季总算在今晚8日6点腾讯播出 新一季杨子与谭剑刺 邓唯、张婉义、王红义的五角孽恋将更为错综复杂与揪心 杨子饰演的女主角小妖在《长相思》第二季顶着赤水分龙 王红义饰演的未婚妻身份 势必要面对许多转变与调试 他在第一季误以为涂山景 等为饰演背叛自己 让家族为他选择未婚妻怀孕 因而心冷嫁别人 但第二季两人将解开误会 发生更多揪心虐恋 而他与谭剑刺也将面对生死诀别 从目前已曝光的预告可知 《长相思》第二季有三大亮点不容错过 《长相思》第二季三大亮点如下 一、防风被抢婚小妖接受赤水分龙的联姻提议 一是因为心冷 二是为了帮助表哥、枪玄、张婉义饰演 登上西岩王位统一天下的大业 因此答应赤水分龙的要求 但他与赤水分龙的大婚喜宴上 九头蛇妖相柳 谭剑刺试演却以防风被身份当众抢婚 小妖在感情与理智中挣扎 最后选择跟着防风被离开 赤水分龙在留他不成后 也大方让他离开 这场戏也是目前讨论度极高的预告片段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防风被会抢婚 其实是涂山景与香柳的交易 涂山景以37年粮草收买香柳抢婚 谭剑刺在长相思第二季抢婚杨子 黄红一眼眶寒泪选择放手 二小妖与枪玄表兄莫绝裂从长相思第二季先前已曝光的预告可知 小妖跟枪玄将会有一场哭到撕心裂肺的虐心戏 预告中满头乱发的小妖穿着淡蓝色衣裙 举着带血的匕首与枪玄对峙 气氛非常紧奔 她跪在地上一身染血白衣 神色绝望不顾一切嘶吼 我喜欢你有错吗 我想跟你长相手有错吗 随即激动握住她手中匕首 温热的鲜红血液立刻喷浸而出 小妖眼睛瞪大从有声哭到无声 最后忍不住崩溃尖叫 情绪彻底失控 另外一幕则是小妖坚持版没有涂山景的单人婚礼 场面相当悲戚 杨子张婉逸在长相思第二季一告上演虐心告白 两人哭到撕心裂肺 演技炸裂 三香柳一身血衣战王香柳在长相思两季 虽没有对小妖吐过爱欲 但自始至终 她的言心举止都写满对她的爱 不管是第一季教她弓箭 花37年用心头血为她疗伤 还是新一季在决裂后 依旧愿意以两条命为代价为她解骨 在剧组释出的最新预告及剧照中 她白色衣袍被鲜血染红 生命最后一刻所想的人是小妖 从今以后我不能再守护你了 愿你一世安乐无忧 两人之间的生死念恋 也成为长相思第二季最揪心的桥段之一 谭剑刺在长相思第二季战死沙场 白袍被血染红 仍站至最后一刻 场面非常揪心 杨子 钟 在长相思第二季与王红翼 左起 张婉翼 邓维 谭剑刺都有灭心对手戏 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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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